川普對習近平又稱兄道弟 又開始做貿易懲罰這個事情 這個美國人有一個 美國文化裡面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大家如果看過 那個電視劇達拉斯 或者是那個電影《教父》的話 都記得這句話 就是說 那個話就是說 讓你的朋友很接近 保持你的朋友很近 但是你的敵人更近 就是說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and enemy closer 就是說你的敵人 你要保持更近的距離 才可以隨時觀察 隨時注意到他的變化 實際上川普我覺得 他最大的特一點 就是說跟其他以前 美國總統不一樣的一點 甚至他作為領袖 過人之處 他確實可以把一個共產黨人 和共產黨組織 政府團體能夠區分開來 實際上他把習近平 當作一個個人在做 但是他對中共的打擊 貿易戰 實際上是最重要的統治的集團 實際上同樣的戰略 我們看他實際上也對金正恩也在做 之前他可能罵金正恩 這個小火箭人或者什麼什麼的 到時候見了他面以後 他還可以跟他就是說 在個人關係上表著很接近 但是在制裁起來 保持那個武力的優勢威懾 國際經濟制裁上 絲毫不手軟 你看他對普丁也是這樣的 對俄國在敘利亞問題上 絲毫不手軟 但是他仍然跟普京個人 他可以保持那種 好像看起來很隨和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正好是一個政治家 非常有的一個風範 也正好是說明他能夠 就是說比很多中國人 或現在比很多很多的美國人都強 就是說他可以把共產黨的個人 和共產黨邪惡的集團能夠區分開來 他會把肌珍上放在一起 約一頂